我就說我認了 或許我就是要一個人去 對 那我真的決定我現在不找人了 然後我就一個人去之後 那一次就超順利的 我就去了 嗯 那聲音出現幾次啊 一次 一次 我一輩子就 我沒有什麼特殊的提示 中間他們有吹你所以還沒去這樣 沒有 還是經紀人 啊其實是我經紀人的聲音 沒有 我說人聲就聽過這麼一次 好像是女生的聲音 是女生的聲音 所以我也有想過會不會是 我的聲音 對或是幻覺 但是我覺得不像 恐怖的聲音來 因為我聽完的時候是沒有起雞皮疙瘩 沒有覺得 一陣毛虎悚然 沒有 我就覺得蛤 什麼 我還有跟他對話呢 我說我一個人去丹麥 他說對你一個人去丹麥 謝謝 他說了兩次 對 然後就再沒說話了 就說了兩次 在晚上 在晚上 好可怕喔 在晚上 晚上 所以你回房間會哭 因為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我在 看新聞的時候 對我那時候很常寫部落格 所以就看新聞的時候 他會跟我講這個話 對我也有想過他會不會再出現 但是就沒有了 這個聲音就 這麼一次 是不太希望再聽到 因為很怕他出什麼難題 很麻煩 到時候我又沒辦法 假裝沒聽到 叫你北極怎麼辦 對 一個人去北極羅蹄 太難了 什麼時候會認愛 什麼時候會認愛 就是感情的真正 我從來沒有想過 要不要認愛這個問題 這不在我的 隨著年齡增長 我一直以來的原則就是說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走入家庭的話 我一定會跟大家分享 可是在我的 我本來就是一個滿低調的人 所以 認不認愛不在我的考量裡面 我沒有在想這件事情 你會突然去註冊結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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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應該不是會想婚的人 話不要說太重 到時候這樣 通常來說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 我不是這種人 所以潔心如這個人還在嗎 他在 他還活著 好不極力 在這裡的生命中 還是很好啊 還是很好啊 好到什麼 今天很好 今天就是記得 你沒有講書有什麼 平面還要再講一次 不是你書有送給他看嗎 我還沒有碰到他耶 真的嗎 沒有碰到他 所以他還沒有看過裡面的 我不知道 我希望我的朋友們都可以看 ⋯⋯ 那你去看